哈囉 大家好 我是達恩 這次呢 WPT 有拍的都死掉 沒拍的都進了 前面有一個進了錢圈 那一場沒有拍 然後現在這一場呢 我又進了一個 兩萬二的一個大的 方體的Final Table 剩下九個人 但從頭到尾我一個頭都沒有吃掉 就是一直保持很短的籌碼 進入Final Table 那現在的獎金大概四萬多塊 大概是翻倍 現在目前剩九個人 然後我籌碼是全場最少 只有十個大門 如果既然都到了Final Table的話 那我等一下 會好好來拍一下Final Table走開 如果真的有朋友冠軍的話 就看著從全桌最少最少籌碼 只有十個大門 如何打到冠軍的組織 就在今天發生 我的籌碼只有十個大門左右 那時候盲數是一萬一萬五 所以我籌碼差不多就九到十個大門左右 然後我有S-Jack 我直接O-In在UTG加2的位置 144 144 是四萬四千的籌碼 這時候我下架想了一下 他有點想跟 代表說他應該也不是一個太差的版 但是後面的人太多了 最後要選擇了蓋牌 真的想說準備要順利過關的時候 有這時候小貓 跳出來reserve 他的AQ 這時候我心裡真的想說真的要倒閉了 沒想到Fwop來讓Jack 讓我擊中了一個堆子 所以只要不要開出死跟Q的話 我就會順利反對 居然贏了 就在Fwop第一把牌 順利的Double Up 又隔了兩把牌 換我變成大忙 然後這是一個Limp的底式 我拿到了70OFF Fwop開了78Q Rainbow 小忙沒有打 然後這時候我有一堆7 在Hands Up我覺得蠻大的 我下出一顆大忙 一萬五 希望可以保護我的7 不要被超車 轉牌的時候 掉出一張6 小忙突然跳出來 Dunk了三萬 底式是七萬五 他打了一個三萬 這時候我想了一下 我一堆7 然後成長可以買順的空間 我覺得買7 買9 甚至買10 我覺得我可能都是會贏的 然後我也有位置嘛 我是大忙 這邊還是選擇了一個跟注 那這時候 原本的7萬五的底式加6萬 所以底式已經是13萬五了 River 掉出一張9 然後上面沒有任何的花 所以我的70OFF 變成了一個順子 這時候換小忙 再想 想了一陣子之後 他選擇了Check 那我在這邊有一個順子 所以我這邊要選擇一個架子下注 那這個13萬的底式 我最後下了一個比較大的注 我選擇下注了一個10萬 希望他可能有一個下面的順子嗎 可能四五啊 或是有一張五啊 或是他有一些牌要轉不拉 或是他有兩對 可能是有一個Q7Q8兩對 Q6兩對之類的 結果後來對手開出了一個Q8OFF 然後Flop就擊中了兩對 結果運氣很好 然後連中兩張 RUNRUNRUN的擊中了順子 超捨了他 目前還在同一個級別 我在Hydrack拿到了一個QK銅花 還是1萬1萬5的忙住 我Open了一個3萬 這時候蓋到大忙 就是第一把AQ被我AJ吸出的這個玩家 然後他選擇了抵抗 Flop開出了QK5 我中了頂兩對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牌 那現在的底池呢 是85000 我覺得我在這個非常強的結構上 不需要下注的太大 所以我只下注的差不多四分之一左右 因為底池8萬5 我只選擇下注了22000 因為大部分最大兩對在我們手上 對手有好牌的機率真的很低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去跟一些更弱牌 所以我並沒有去下注的太大 他跟注22000之後呢 TEN掉出了一張JACK 然後上面一樣還是沒有開出任何的滑 但是已經有90跟A10已經成順了 但是現在的底池呢 是127000 我們這邊頂兩對 還是可以去拿很多的價值 甚至那張JACK 會讓他中 比我們更小的兩個 也許他有KJ 也許他有QJ 但是我們這邊 試著要去做更多的價值下注 我們在127的底池 下注了66000 差不多是一半左右的底池 這時候大忙就 直接氣牌 讓我們直接順利的 收下了這個底池 讓我們的籌碼 有持續的增加 QK那個底池之後 又拿到了一個A7銅花 已經有一個人出局了 我位置應該在8人座裡面 算是UTG加1 然後我選擇 Open了一個A7紅心 這時候卡斗府選擇 跟注了3萬 大忙也跟注了3萬 這時候底池 到了Flop開了A27 三張不同花 我是A7頂兩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Flop 那這時候底池呢 已經有了11萬5千 那這時候我就在想 在這個那麼乾的結構上 本來Seabed的Size 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小的Size 那頻率是Seabed比較高的 在這邊11萬5的底池 我只選擇下注2萬5 將近是比5分之1多一點點而已 是一個很小等倍的 因為我希望對手可以跟一些更弱的牌 那因為上面我已經中了兩隊了 然後上面也不太會有 買順的牌可以繼續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 選一個小的架子下注就OK了 但意外的是 這時候大忙選擇了O-In 那我們現在目測 我們可以看過去 目測一條黃色的是10萬 所以在兩條的話是20萬 後面還有三條是粉紅色 等於是1000嘛 所以三條是6萬 所以大概26萬加下面 O-In大概是一個28萬 差不多是一個19比1左右的O-In 那我這邊 就在想 在想說晚餐要吃什麼 現在就是很大嘛 那我們就一定是選擇跟注 我們也不急的會鱸秀夫 我們希望後面的人看會再進來 所以我這邊最後我想了一下 我只選擇做了一個平跟 然後我跟注之後 卡特夫很快的就把牌蓋掉了 那這時候開出我的A7兩隊 結果呢 非常開心看到對手是一個A3桶花 那基本上在目前來看它是沒救了 TEN掉出一張屎 那只要不要開出任何的屎 它頂多也只有Chop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順利的清掉了一家 那這場比賽是KO的比賽 每一個Bounty是1萬塊台幣 我在前面沒有KO任何一個人 清掉的這一家呢 那也是我在這場比賽的第一個KOBounty 這把算是Final Table 我打到第一個關鍵的三人大底屎 這把牌的順序是這樣的 卡特夫選擇 O-In八萬九 其實就差不多是六個大棒左右 那這把比賽是KOBounty 本來我就會去跟很多的範圍 那這時候我會平跟我的AK AAKK啊 甚至是QQ啊 因為我希望下面有一個人可以再推O-In 也會去跟一些中間的牌 我這個籌碼的大小 還是可以很容易做一些調整 第一挺意外的是 小芒選擇在一個沒位置的狀況之下 也選擇一個平跟 那目前來說 我跟他是桌上籌碼最多的 所以小芒也是非常的深 我而開出的Q14 有兩張梅花 而我有梅花K 那在這種三人底池 那我AK 我還是會代表說 我會有比較好的範圍 那我會希望 他可能中間有一些小的隊子 是可以被我C倍直接打蓋的 所以在這個底池是30萬零貨 7000的狀況之下 我選擇了一個下注10萬 那我選擇下注10萬的用意是 10QX的範圍 我一定會有比對手更多的AKK 我也會有AQ啊 我也會有QK之類的牌 所以我選擇持續下注 希望可以讓對手 比這些弱的牌 可以選擇改 可是他的牌可能實際上比我大 可能有下面的隊子 但是看這邊被跟注了之後呢 我認為對手 就很有可能是有10啊 可能會有Q啊 或者是有SlowPlay的QQ啊 或者有SlowPlay的1010啊 所以這邊TEN雕出一張3 對於整個範圍來說 並沒有太大的影響的時候 他選擇了Check之後 我也選擇很快速的Check 這時候River呢 開出了最想要看到的牌 就是Jack 那我這邊我就是中了我的一個Nuts 那這時候底池已經有50萬零期錢 我要選擇下注一個Size 讓他去跟注 那我認為他能跟這個Vlog 他可能會有不錯牌 那這張J掉出來 會不會有可能他有JQ兩對 也許他是QK他有頂隊 那或者是他有10Q兩對 我認為這邊我打的Size 是要打一個比較大一點的Size 所以我想了很久之後 我決定在這50萬零7千的底池 下一個將近90%的注 下注45萬 結果我在這邊就順利的收下了這個底池 那我的下架是QK 因為他River的J被我超車 而我的上架是Pocket 5 那這邊就順利的超車 兩個對手 就拿下了我這場比賽的第二個K.O.Bounty 現在盲組是1萬2萬 我Open了4萬在Cutoff位置 剩下最後4人左右 那才一個級別而已 一開始是1萬1萬5嘛 結果現在已經掉了5個人 剩下最後4名玩家 這時候大盲後手是26萬 大概是13個大盲 他選擇了O-In 我很快就選擇了跟注 因為我的AJ黑桃在 手排還是非常強 是前7% 對手是88 那我們要選擇跑一個Flip Flag開了24K 然後TEN掉10 讓我增加了一些AUTS 但是River掉出一張9 沒有幫助到我 所以這一把 我損失了26萬的籌碼 好討厭喔 剛剛 我們雖然是 短碼進了Final Table 然後我們剩10個大盲 一度打到Trip Leader 現在又不是最多 可是我們只剩下三個人 我三個Bunkies 都是在Final Table拿到的 Trip Leader 就是下家打日本人 剩下最後三個人 Trip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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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開虎了 每次錄影 每次都 沒有影 終於有拍到一次 拿到冠軍了 很久沒有拿獎杯了 這次終於 在Final Table 我修Stack的時候 打回來拿冠軍 這個然後這個 WPT的獎杯呢 是20週年的獎杯 這次的獎金 這次獎金是 39萬1 再加上5顆頭 加上我自己沒有被撕掉 總共獎金 45萬 然後白印是2萬2 所以 是差不多 20倍買 今天最後謝謝兄弟們來加油 讓我順利的拿下第一 你們來的時候我剩三個人嗎 三個人 剛好剩三個人 他就過來幫我加油 勝利咖啡 太厲害了 勝利咖啡 那咖啡一來就 就拿著一顆啦 好 很開心 今天有拿到一個冠軍 好久沒拿第一名了 20週年的WPT 贏了一個獎杯 我覺得 不錯 留下來當信念 那這裡是大亨的博會生活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幫我們訂閱分享按讚 並加入我們的群組 跟我們一起討論復刻 或是一起拿冠軍吧 掰掰